美国战争中的老照片 美国战争中失去家园 无以为生 进而在这样生存窘迫的状态下 娱乐行业却迎来了发展的顶峰 图二 大多数无以为生的家庭 他们选择了让自己的女儿进入娱乐行业 在失去家园的同时 越南的女孩们不得不沦为娼妓 成为了诸越美军士兵的玩物 图三 据当时越南政府统计 在1968年越南从事娼妓的人数高达20万 其中在西贡市 这一行业的从业人数便高达10万 图四 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越南女孩们 每次接待一名美军士兵 可以获得2.5美元的报酬 根据越南当时的记录 一名娼妓当时美月所能够获得的报酬 在180美元左右 图五 当然 所获得的收入其中15% 得上交给娱乐场所的经营者 而所剩下报酬 依旧是极其高昂的 毕竟在当时越南政府的公务人员 美月的收入也不过在30美元左右 图六 照片为美月战争时期 美军士兵与越南的娼妓 图七 照片为美月战争时期 美军士兵与越南的娼妓 图八 照片为美月战争时期 美军士兵与越南的娼妓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